大家好,我是東英走橋的鮑伯 2020年星巴克在全球超過3萬家的分店 日本也超過1500家 在這1500家的星巴克當中 有幾家不但有幾家的地理位置 本身的建築絕對可以成為當地的地標 鮑伯這次就來介紹以星巴克為中心 包含店鋪周邊的景點介紹吧 黃居外院和田倉噴水公園店 獅本的第一家Greener Store 就是對環境友善的店鋪 就讓我們來看看這家店有什麼特色吧 聽到店名就知道位於黃居的附近 地理位置很好 適合東英車站周邊一日遊 或是利用東英車站前往其他地方之前的悠閒休息之處 不需要在車站內的咖啡店跟大家人幾人 這家店最大的特色就是環保 比較起其他日本的星巴克 減少40%的垃圾 你看他們點的飲料都不是用免洗杯 另外也減少30%的碳排放量 以及節省20%的用水 除了愛護環境以外 這家店的設計當然也沒有馬虎 坐落於和田倉噴水公園 旁邊就是五星級飯店東京皇宮酒店 外觀跟這一區的高質感格調相匹配 走進店裡面的挑高天花板讓人感覺非常的舒服 使用了回收的帆布以及漁網製作的藝術讓人驚艷 地板也是用咖啡渣製作 許多桌椅也是利用回收的家具所做成 舒服又美觀的空間是不需要消耗大量資源的 另外點餐的地方取消了星巴克以往的食物陳列櫃 再次減少了對資源的浪費 不會有多餘的餐點進了垃圾桶裡 就讓我們點一些食物和杯飲料 看個室外的風景以及藍天 享受悠閒的時光吧 皇居周邊的護城河、江武城的石牆 搭配玩之內的新大樓 有一種新舊交替的美感 外淵的另外一區是約有1000棵松樹的黑松林 週末的時候人也不會很多 是一個非常適合散步經過的路線 離皇軍不遠的東京車站 可以說是東京的門戶 車站本身的建築就是一個很棒的打卡景點 1914年啟用以來 一直是日本全國鐵路網的重量樞紐 可以到Kite大樓或星丸之內大樓 觀看東京車站的美景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